各位同学好,我是燕秋老师 不知道各位同学在使用威力导演输出影片时 有没有遇过以下的情况 例如说我输出影片的时候影片会变长 而且影片后面都会是黑画面 或者是输出的时候后面会有闪一下的画面 而会有这样的情况通常都是后方遗留了一些物件 而没有被删除才会导致影片的时间过长 这里教各位一个解决的方法 首先你把游标移到时间轴上头的尺规处 按滑鼠的右键 在右键中有一个功能它叫做检视整部影片 点选检视整部影片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真正影片的总长度 它右侧的地方就是你是否会满板 你可以来判断 那像老师现在的画面呢 它其实是没有满板的 代表着我后面放了一个多余的物件 那这时候你只要把时间线往右拉 然后呢把整个轨道的部分全部选起来后 进行删除 你只要删掉后啊 你就会把那些多余的物件给删掉 重新再执行一次右键的检视整部影片 这时候它会是满板的 您的装按才会是刚刚好的总长度 所以呢这个功能呢是在我们平常在输出影片的时候 我会使用的一个检查的方法 以上的方式提供给各位咯 谢谢